日前在台东市丰容里发生了一起 以致死因为生病以及人生不顺遂 而导致烧炭自杀的成心男子 根据邻居表示 有多天没有看见他出入 而且经过他家门口有一股臭乎 那没有什么再来往 没有没有再来往 两个家而已吗 一个人住 一个人住吗 对 跟我们厨厨的街边都没了 都没了 都没在搜索问吗 没有很少 各位 报警警察单位后来破门而入 在浴室发现尸体已经身亡多天 他今几天有来家里 说要申请低收护路 但是我跟他要说 请一些资料 我来帮你办 但是过两天 二千几天有来跟我联络 说要去他家里查完 但是他就不要看 但是到今天就这样过世 邻居表示 成心男子都是一个人住 也嫌少与人来往 而所以真正为何要寻短 并不清楚 不过警方进入屋内 看见有烧炭工具 研判为烧炭自杀 呼吁社会大众 如果你遇到不顺遂的事情 请勿轻易的寻短 社会上有许多单位 可以帮助你 也请给自己一个机会 东台讯文部的综合报道